主持舞登獎超過十年 廖偉凡令人印象深刻 不過很多觀眾不曉得的是 卸下主持棒的他 人生也歷經波折 於是這個 就成了廖偉凡的招牌台詞 他斯文的外表和流利口條 讓觀眾印象深刻 但在2012年 一向形象良好的廖偉凡 卻因為涉嫌販售偽藥 被關死殘身 不是很冤枉 有一肚子的XXX的感覺 雨淡無奈 難掩氣憤 那時的廖偉凡才剛在榮總做完手術 卻突然被請到台中地院開庭 面對媒體包圍他大聲喊冤 購物台根本不讓你賣 就是你沒有小綠人的 我退還給這個公司的時候 是人家調查局警察去查過的 我們是確確實實把東西退還的 原來在2011年1月期間 有朋友打算引進生技公司開發的軟銷 邀請廖偉凡一起合資 他投資180萬之後 卻發現軟銷不能在購物台合法販售 決定撤資 卻被不甘蒙受損失的朋友 向檢調檢舉他賣尾藥 那段一直沒講的原因是 其實我沒有要去做生命 那是我人生最大的挫折 我30多年在台灣最好的形象 就在那一天我覺得我自己垮掉 阿炳妹妹說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晚上7點半 台灣大搜索頻道不見不散